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SQLite 我们的主要学习目标是 大家要掌握数据SQLite的数据操作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吧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掌握如何创入数据 然后大家要掌握如何来查询数据 然后是如何添加数据 最后是如何删除数据 也就是我们数据库常见操作当中的增删改查 具体的讲解方式还是通过demo来给大家进行演示讲解 我们要完成四个目标 第一个我们向学生表当中插入100条数据 然后我们按照一定的条件来进行查询 再接着我们修改一下学生数据 最后我们给大家演示如何删除相关的学生数据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demo 我们是接着上级课的demo来跟大家进行演示讲解 这里我大概给大家例了一下我们数据库操作的基本步骤 首先我们是需要打开数据库 然后我们进行数据的处理 最后我们关闭数据库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参入数据以及查询数据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参入数据做了一些哪些操作啊 假设我们现在要操的这一百条数据它是满足正义和规律的了 学号是介于1001到1100之间的 然后名字的话我们把每十个啊 每十个学生为一小组啊 然后也就是说它的第一个字母 它的名字我们从A到J 然后每一小组里面我们从01到10啊 这是我们的名字的构成规则 最后是我们的分数从0到100 好的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样做的吧 我们这里写了一个负循环 从0到100 然后在这里你让我们调用了一个 插入一条学生记录啊 一个学生信息的一个方法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里我们是怎样实现的吧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我们的secret语句 同样的啊 我们给大家简单读一下 insert into啊 就是说我们插入 插入数据到那个student这个表当中 然后去改变哪些制度呢 我们的学号姓名分数 当然大家知道我们前面还有一个id 事实上我们的id是自动增长的 所以说我们是不需要去管它的指导 所以这里它值是多少呢 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问号啊 实际上这样的话 这样写的话是我们在后面可以去绑定它的值的啊 再准备了这个secret语句的这个student型的一个secret语句之后呢 我们把它转化成我们的这个c的支付串啊 好的 第二个步骤我们来解析我们的secret语句的这个 它这个文本啊 然后我们把它解析一下 也就是调用一下我们的这个prepare的方法 在这个prepare方法当中 第一个是我们的数据库的这样一个变量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secret语句啊 这个复义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复义实际上这个参数的话是指定我们的这个secret语句它的一个长度大小啊 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c的支付串啊 如果大家选个c语言就知道 它是默认有一个零结尾的啊 所说我们指定为负义的话 就是指明我们的这样一个支付串 它是这样以零结尾的这个支付串啊 事实上这种支付串的话 系统是可以计算出它的长度的啊 好的 然后这里的话是我们一个类质的这样一个结构体啊 好的 我这里我给大家先往上看这个statement 我们在上面这里有一生命啊 这个同样的啊 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不知道 事实上它是一个 我这里简单给大家输一下 事实上它是一个这个secret3 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一个指针啊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输入呢 在swit语言里面呢 是不能被识别的 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吧 我们就把它生命成一个c的指针吧 我们这样写是表明我们不知道它的类型是什么 好的 在我们 在我们啊 做好 这里我们还是取这个指针指针的地址 最后一个参数我们指定为利用 不用去关它 我们来解析我们这个secret语句 然后我们是把得到的结果存储在这个 这个statement这样一个 嗯 这样一个指针里边的啊 填充到这个指针里边 好的 在我们执行了这样一个方法之后 我们来判断一下结果 如果是不不等于OK的话 就证明我们的操作失败了啊 我们这里打印输出一下 并且我们把我们的数据库给关掉 好的 这就是解析我们secret语句的一个步骤 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见我们这里的问号啊 我们的差数还没有绑定 现在我们就来绑定我们的差数 我们把我们传进来的差数啊 进行调整 获得它的c字符串 然后呢 我们这里来调这个方法 这个bind方法 把它的绑定 后面这个是我们的数据类型的啊 两个test的一个 一个intern类型啊 好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statement 我们解析之后的这样一个secret语句啊 然后 这个下标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下标实际上就是指我们这个 第几个差数啊 是从1开始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对吧 这是我们的 那这里这个负1是什么意思啊 同样的啊 在绑定我们的文本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指定它的大小的啊 因为它是一个c的字符串 我们默认以0结尾我们给负1就可以了 让系统自动帮我们进行计算 好的 在我们绑定仓数之后 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啊 我们就需要执行我们的secret语句了 执行secret语句的时候 我们调这个step方法就可以了 同样的我们这里执行完这个语句 这样一个语句 我们要判断一下结果 如果我们发现有等于error 它的结果 我们就关掉数据句 然后提示我们插入失败 否则的话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statement啊 它的资源给释放掉啊 好的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整个的 插入数据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查询 学生的信息吧 我们如何来查询吧 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里啊 这里的话 同样我们首先需要准备 我们的secret语句 我这里有写啊 我们查询 这个select的命令 用使用这个select的命令 我们查询哪些字段呢 我们要找到它的学号 姓名和它的分数 从这个student表里面 后面我们不加where语句的话 是我们把所谓的 所谓的数据都给查询出来啊 当然我下面还也写了 另外两种啊 比如说我们查询 这些信息 从这个表里面 where是我们的条件语句啊 我们把所有分数 大于60的 学生给查出来 或者是我们下面 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把姓名 是以A开头的啊 这个A 这是一种具体的格式 这里就是以首字母 以A开头的 这个学生给查出来 待会我们都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的 我们准备了我们的secret语句之后 同样把它进行转换 转换完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解析我们的这个 这个文本语句啊 同样的操作啊 这里参数也是一样的 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 解析 在我们解析完了 我们的数据之后 我们需要执行我们的secret语句 这里的话大家知道啊 我们获取的应该是一个结果器 我们怎样来取出这个结果器的数据呢 我们这样写啊 我们写个while的循环 我们判断一下结果 如果我们发现它反悔的是一个law 就表示它是一行数据 我们就不断的去取啊 这里是我们了 我们解析每一行数据的一个距离操作 第0个差数是我们的学号 我们以test的形式把它取出来 当然这是个c的字符寸啊 这里我们需要把它重新构建 我们的string 构建为我们的string啊 好的 下边是一样的啊 这里是我们的整形 我就不一一来解释了 在我们获取到数据之后 我们在这里输出一下 好的 输出完了之后 我们释放资源 OK 这就是我们查询数据的 所有的操作 这样吧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吧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一下 效果是怎样的啊 查出来的数据是怎样一个情况啊 好的 这里看见我们的控制台已经 我们的控制台已经有输出了啊 从A 然后到B到D 我们看最后到到G啊 好的 OK 这就是我们已经把所谓的数据给打出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注释点啊 因为我们不重复插入数据 好的 我们再来换一下查询条件 看一下是怎样一个结果 比如说我们查一下我们的分数是大于60的 我们来查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结果 大家可以看见 最后分数 所有都是大于60的数据 对吧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A开始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学生 我们再看一下它是怎样一个情况 好的 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个结果机里边啊 就输出了所有A开头的这样一个学生的信息 好的 这里的话 这就是我们这个 插入和查询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接下来的话 我们给大家 继续往 也是其他的一个数据操作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来修改学生的信息 我们把这里给注释掉 好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来修改学生信息 看一下吧 假设啊 我们假设说 其实 其实 大概的步骤啊 也同样是先准备塞开语据 然后执行塞开语据 其实就这样简单 当然我们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见 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是做一个测试啊 我是把关闭数据库放在最后面来做的 实际上如果大家以后在做的过程当中 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机品步骤啊 我们打开了数据库最后 一定有个对应的一个关闭的操作 好 我们来继续看我们这里 准备语据 然后执行语据就OK了啊 然后这个语据我们是怎样写的呢 我们给大家做了个假设的 勾进了个场景 做了个假设啊 我们更新我们的这个student表 设置我们的这个分数等于100啊 是哪些数据 我们把设置100了 我们加了个where这个条件 是什么了 就是说名字以a开头的啊 就是说名字以a开头的这些 这这样一些数据 我们把它的分数给它指定为100 是这样的 好的 这里是同样是我们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是我们的db数据库 这是我们的语句 后面的参数我们不管吧 把指定量 好的 如果发现不等于OK 表示有错误 我们把它关掉 好的 OK啊 这里就搞定了啊 修改学生的数据 然后我们修改了之后呢 我们把结果查询出来 我们看一下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运行给大家看一下吧 大家知道啊 开始的时候 它的我们的这个啊 等一下啊 好的 这是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查了所谓的学生的数据信息啊 这里呢 以a开头的是不是都骗为100了 就证明我们的操作成功了 对吧 好的 我们修改了我们的学生数据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删除学生的信息 同样啊 我们先删除 然后我们查询结果 看一下 这里删除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样来做呢 同样是两步啊 第一步准备赛考译据 然后第二步执行赛考译据 这样我们怎样做呢 我们假设我们删 从我们的这个student表里面 我们删除数据 删除哪些数据呢 我们把分数小于60的 所谓数据给 所谓的数据给删掉啊 好的 这里我们执行同样的啊 我们给大家运行看一下结果 OK 这里的话我们来检查一下吧 我们把分数啊 小于60的都给删掉了 大家现在就可以看见 我们所谓的这个分数 都是大于60的啊 好的 就表明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操作是成功了啊 到这里为止呢 我也就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真身改查 它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操作 是这样做的啊 当然就是说 大家可以想来自己 尝试写一下 事实上 由于我们这个 swift的语言啊 它是本身是内心安全的 而我们这个signite 它又是这个 signite API 所以说我们操作起来 还是有一些 不方便的地方啊 关于我们怎样 我在这里 用原生的给大家写 然后也只是说 主要设计的一个 我们 让大家有一个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 如果我们以后 在使用signite这一块的话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借助 我们网上的一些 第三方的啊 写的比较好的一些 一些sdk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怎样来获得 这些资源呢 我们这里可以 我们来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github上面去找一下 好的 那这里我们就输入signite 好的啊 大家可以看见已经有自动的提示了 我们把这个去掉 我们就输signite 我们补一下 好的 已经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见啊 这里就有很多的 这个第三方的啊 做得比较好的sdk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假设我们看这个吧 这个它的一个 溢度是最高的啊 我们看这个资源 然后关于这个 这里呢 我们是可以下载 它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相关的资源 然后我们 这并且这里也有讲 我们是怎样来使用的啊 大家可以看见 这都是一些 纯数据的 数据的语言的代码 就可以降低我们的 这样一个 一个使用的门槛 并且大家 这里是大写对吧 我用的是小写啊 事实上我们的signite 语句都可以的 大小写都是可以的 都是直指的啊 好的 然后这是第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找一些 第三方的 比较好的 写得比较好的一些sdk 我们 我们来进行使用啊 这样会方便一些 然后呢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这个视频也就是 给大家介绍了 signite的一些基础的 一些使用方法 基础的知识 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 那 那我们怎么 怎么办呢 我们是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 同样的啊 我们借助这个网络 我们是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假设我们这里是 个signite 看一下 这里有个home page 我们点一下 我们点这个 documenting 好的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见啊 看见很多关于我们的 关于我们signite的 相关的一些资料 并且我们看这里 有个CCJ加的啊 这个API 比如说我们点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相关信息啊 这里就就有很多常量啊 核数或者 我们点一下 好的 这里就有我们所有 signite的支持的一些核数 或者是 大家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啊 这是第一方面 然后呢 大家除了这个查阅 相关的开放这个文档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 我给大家 我们也可以去搜一下 相关的书籍啊 给大家推荐一本 我们给权威自然啊 就是说 大家也可以去 获得这 这样一本书籍来 自己来 去系统来看一下啊 这本书籍的话 讲的就很细 就包括 像这个 像 Cclass的设计与概念啊 像这个 Secret语句啊 这些 等等等等 以及我们如何在iOS当中来继承啊 或安卓当中如何来继承 都是有的啊 是非常的 方便 好的 这期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